演艺界大亨杨登奎 她的音乐追思会在今天下午举行 不止演艺圈的好友 还包括了她的政台名人 像这个胡志强 蔡英文都来到现场 有江慧 江淑娜姐妹俩的合唱 还有诸葛亮 张飞的感人致辞 让现场弥漫着一份浓浓的思念 静静唱着歌 歌坛天后江慧 跟妹妹江淑娜合唱歌曲 希望再次拥抱演艺界大亨杨登奎 静静大亨杨登奎下午举办音乐追思会 各界好友起来追思 她把我带到民宿 我就又起来了 又红了 然后又把我带到宗室 又红了 又起来了 稳定了 她才走 所以我现在还没有看到她 最后一面 我非常的不甘心 那个时候 我们对她的称呼呢 我看到她都是叫 老大 然后过了一段时间以后 我发现 叫她老大好像不太对 因为她为人啊 跟我们想象的老大不太一样 非常的和蔼可亲 然后对歌星非常的礼遇 不知演艺界连政台人物 郝龙斌 蔡英文跟胡志强也到场参与盛会 在众人心中杨登奎还没走远 大家都想跟他说说话 为他唱唱歌 杨董 你一路好走 你永远活在我们心中 众力新闻正人中 陈世彤 SNG小组 台阶报道